現在的相關資料雲端白板上面都有 那我們也有提到TEST函數 這個函數非常的重要 只是說那個TEST函數 它主要的用途啦 有沒有看到 你畫面上看到的 你看到的實際上你有時候抓不到的話 那你就有必要用TEST函數 去先把它怎麼樣 把它的格式轉換成真實你要抓取的資料 有沒有看到的 經過TEST就會是真正的變成你看到的文字 那你看到文字之後的話 你可以利用LAPS、MID或RITE 反正看你要抓這個資料的某部分 你就可以真實的去抓取 像上禮拜有舉個例子 幾年次嘛 如果你直接用LAPS去抓它會出錯 那當然你如果用TEST的話 基本上它就抓得到 可是它抓到之後有個問題 它是TEST 顧名是它是文字 那如果文字的話一定是靠左對齊 另外的話如果文字的話 像如果我們後面用樞紐分析表 要把它變成群組的話 我一直強調群組一定要是數字 所以如果你給它文字很抱歉 它沒有辦法幫你群組 OK那怎麼辦呢 你一定要再配合一個叫VALUE 有沒有這函數 就是這個VALUE 這邊也提到 那你才有辦法把這個文字轉換成數字 那再來做群組就不會有問題 另外的話特別小心就是它靠左靠右的那個相關的狀態 其實也可以大概知道說它到底它的知道型態 這個部分上禮拜有特別提到 再來就是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 那其實如果你假如說要用樞紐分析表 那前提特別注意喔 你一定要有那個欄位喔 也就是為什麼你要做那個幾年次 年次的這個欄位 因為如果你沒有年次啦 就不要想說你要用樞紐分析表 你想說老師那我把那個生日放過去 那當然不行啦 生日就是一個日期 對它來說就不是年次 它沒有那個功能 會直接幫你把它的年次抓出來 它沒有那麼厲害啦 所以怎麼辦 我覺得樞紐分析表 以後如果你要用的話 記得啦 就是你要產生什麼樣的報表欄位的話 那你要看你的來源之下 有沒有那個欄位 如果沒有的話 那要不就是你把它切割出來 像那個年次有沒有 那要不然的話就是說把它合併 像有的欄位剛好就是像 好幾個欄位合併成一欄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喔 大部分都是文字資料 大部分都是分分合合啦 所以如果你可以解決那個資料的分跟合的話 哇那其實很多問題就解決了 其實我發現他們都是這些問題啦 另外分分合之後呢 的型態 它如果要數字你就給數字 它要文字你就給 你要型態不要搞錯 那這個問題我覺得就單純了 而且也比較不容易發生問題 所以之後如果你要產生報表 你要產生圖表 那其實我想應該就不至於會發生太多的問題 因為看到很多問題喔 都是可能資料來源啊 這個出錯 那型態錯了 那當然後面就整個錯了 OK大概是這樣啦 那另外的話如果你要加快速度的話 像我們後來是把這些都做完了 其實喔如果你像我們剛剛做的這些動作 如果你不寫程式不用VBA 變你下一次還要再做一次 下一次就每天就要做一次 可是如果你懂得利用像錄製劇集 或者是透過VBA的程式撰寫 那有些事情你只要做一次 那就一勞永逸了 為什麼因為以後你可能就產生一個按鈕 按下去 他這個事情就完成了 比如說你要產生報表 產生圖表 對不對 你把這程式寫出來 一按 今天的報表就解決了 一按這個圖表就出來了 對不對 OK 然後後續你要 甚至你要把那個資料E-mail 直接E-mail給什麼樣的人 你可以再呼叫Outlook 不過他Office裡面只能呼叫自己 呼叫Outlook 然後就把這個信件直接寄給需要收到的那些人 對不對 那甚至在那個E-SaleVBA裡面 還可以設定像鬧鐘一樣的功能 有沒有 每天或者甚至可以避開禮拜六、禮拜天 禮拜六、禮拜天不要做 時間一到就自動做程式執行的動作 然後他就把剛剛講的 比如說產生報表、產生圖表 然後把這個檔案存檔放在哪裡 然後自動寄給什麼樣的人 其實這些剛剛講的動作 VBA都全部做得到 那只是說 我剛剛講的動作其實已經複雜了 那我們當然剛開始學習 不可能學這麼複雜 所以我們可以慢慢從最基本的 如何開始撰寫VBA成的開始 然後慢慢我們再增加難度 越增加越增加 然後把它拼收在一起 你就會做出很複雜的事情了 一天的事情 全部一個按鈕 按下去 搞定了 這感覺其實會蠻 應該會蠻有成就感的 因為我看到之前學習過的學員的感 看到他們的這個成果 感覺他們眼神裡面充滿著自信心 然後感覺就是工作就是愉快 然後再來的話 時間就變多了 為什麼本來是一整天的事情 突然間程式寫完就結束了 所以其實他變成他的時間就很充裕了 然後可以做什麼 我看之前有個學員 每天就在練習VBA 每天都練 練到已經是太厲害了 已經是什麼功能都已經是下下下 想到什麼就可以寫什麼 所以他工作就很輕鬆了 再來他就發現一個問題 上班時間太多了 不知道要做什麼 是因為事情都做完了 每個人業務都固定 對不對 除非說老闆知道你太閒了 他會給你事情 但是問題給你事情 如果他願意幫你加薪水的話 好沒關係 多一點 薪水多一點 那OK 當然也有這種他可以跟我們要求 或者是甚至他會想說要跳槽 他問我老師 我是不是需要說我再另外再找回個工作 我說可以啊 你可以考慮啊 七零招 如果說有更好的工作機會 那你可以去嗎 當然相對的薪水一定會比原來的高很多 OK 像我之前聽過在外商公司 他說老師我跟你分享 他說我的薪水已經是之前的Double OK 兩倍啊 恭喜你 他說外商公司這樣 看能力給薪水 哇真的太好了 那當然有些公司不是啦 就是你 反正你能力好還是給那些薪水 當然你就可以看有沒有別的出路啦 OK 那因為現在當然呢 效率是非常重要 因為每一個 每一家公司 每個企業其實互相都在競爭 那當然每個人都不可能說 慢慢來慢慢來 那越快給我越好吧 多久 馬上給我可不可以 老闆說我想要什麼資料 你問他說什麼時候 越快越好 越慢越好嗎 沒有吧 慢慢來 沒有這種回事吧 馬上給我 好馬上升給你對不對 你以為系統要按 輸入一下條件 老闆好了 怎麼這麼好 太好了 實在太棒了 對不對 好 那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有錄製去期 有沒有 所以錄下來的東西 但是細節部分的話 我會把它放在我們的這個 第一次好像有寄給各位 所以呢 如果之後假設說 你還想要收到那個 每次上課錄影的話 那我也把它放在那個 教學論壇裡面 不過是不公開的 不過後來我還記得 如果你們有留意 裡面有網址直接幫你們加進來了 你們再看看 如果說你沒有收到的話 那你就自行再加入到那個論壇 論壇的網址就在這裡 這個 第一個 那理論上你可以試試看 待會你們只要第一個 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要Google帳號 第二個你點選這個連結的時候 假設說你是可以看到裡面的 第一次上課的話 裡面的話基本上就上課內容 然後呢上課的這個完整連結 如果你可以看到 那表示你已經加進來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看到的話 那你可能自己再加入 記得告訴我你的名字 因為我會看一下 只能上課同學可以加 但外面要加就不允許加 所以每次上課我會這樣 就是上完課 我會給一個什麼 就是這樣的一個清單 反正我講講什麼 就給一個標題 然後一段、兩段 可能上個禮拜我們講了 總共八段的這個影片 然後裡面的話 底下就有完整連結 會是一個YouTube 當然你在手機上也可以看得到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複習的話 你就手機打開 耳機插上去 你就可以聽聽看 然後一邊聽一邊操作一下 如果OK的話 那表示你每次上課都OK了 所以你不要擔心說你上課會聽不懂 如果你暫時有點聽不太懂沒有關係 但回去就要多練習就對了 所以後面的東西可能就會越來越複雜 尤其是VBA程式的部分 但是相對的越複雜 表示說他能夠做的事情也就越多了 所以這個是相互之間的關聯性 所以當然我會希望說都交一些複雜的東西 以後的話你們可以馬上可以把一些東西 一鍵按下去 所有的事情就完成 但是這些都是在這些基礎之上 慢慢堆上去的 我不會說一下子 突然就跳很高 一下就講很複雜的東西 我會漸進的 OK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是繼續再來看 有關上個禮拜最後講到錄製聚集 還記得吧 第一步一定要先把這個 其他命令裡面的那個 制定功能區的開發人員一定要打勾 開發人員 這個如果沒打勾的話 他不會出現這個錄製聚集 另外的話呢 我們上禮拜已經錄好了 錄兩個嘛 一個是串接 一個是清除 其實他動作也蠻簡單的 一放在這裡 二 游標放上面打個勾 三的話就點兩下 他就停止錄製了 對不對 然後清除的話是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向下 這邊會需要記得一個快速鍵 就是如何快速選取下方的所有的儲存格 就是Ctrl Shift向下 那Ctrl向下是方向 Ctrl向上有沒有 是跑到這個範圍的最上面最下面 或最左邊或最右邊 有沒有Ctrl鍵按住 如果你加上Shift鍵的話 就是選取 所以Ctrl Shift加上向下 這樣就OK 有沒有 然後當然Delete就清楚 有沒有 就兩個 錄完之後 我們就增加兩個按鈕 還記得吧 這個我講過啦 所以我就不重新再 你們如果有些細節不太清楚的話 請各位回頭再觀看一下 上個禮拜的第七段影片 第七段影片 細節都有啦 OK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VBA的環境 這兩個可能對同學來說 應該會比較困難一些些啦 因為畢竟你們是陌生的 等於是另外又開扇窗 有沒有 開發人員 因為其實啊 他就躲起來 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知道這個東西 一般人是不會用到的 不過以趨勢來看 慢慢應該大家都會用到 因為我想現在的資料量 只會越來越多吧 越來越複雜吧 變動越來越快吧 對齁 那所以呢這些東西 如果呢 你不用程式來解決的話 我想 還有什麼可以解決 因為如果你不用程式的話 第一 你可能要多找一些人幫你了 那其實齁 如果你不想要增加人力 那最佳的解決方案就寫程式了 所以喔 現在人力很貴嘛 所以你不用增加人力的前提下 那就要增加程式撰寫的這些 這些部分的 這個部分的 這個能力了 OK 所以你各行各業都一樣 比如說像現在疫情關係 現在電子商務很夯嘛 比如說你送貨 24小時 像PCO24小時或MOMO 他們要快速送貨 你知道他請更多人 可是問題有這麼多人嗎 第一個人請不到 第二個人很貴 所以怎麼辦 所以都自動化了 也就是說很多東西都要透過程式來解決 當人家下單 下單其實背後有都程式嘛 下單之後 然後怎麼去撿貨 貨在哪裡 馬上可以自動化 自動流程 把貨撿到 收集起來 而且還不能出錯 然後再把它放在包裹裡面 然後再去物流的那個地方 也要把順便流程都給畫出來 看哪個地方先到 所以他們在放貨品的時候 也要考慮到 先到的就放外面 後到的放裡面 有沒有 所以那個物流人員就很輕鬆了 到哪裡有沒有 打開就可以送貨 換下一個就下一個下一個 他就不用說他要跑到裡面去找貨了 OK 所以其實這裡面 如果要減輕人力的話 那這個都是絕對必要的 上個禮拜的部分是講到這裡 OK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要再延伸 講到有關VBA喔 OK 那有什麼差別 上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利用錄製聚集產生的 也就是說呢 你沒有寫任何一行程式 那但是啦 他的好處是你不用寫 但問題他的缺點是沒有彈性 因為反正他就只能針對你 當下的這個動作去重複 但問題喔 有時候你做的動作 不見得每一次都只有這麼 這樣的動作啦 可能會多一個少一個 或者是位置不對啦 或者等等的 那怎麼辦 這時候呢 你就需要怎麼樣 自己喔 來 撰寫 那你可以比較 有點像客製化啦 不會說每一次都一樣 OK 那怎麼樣喔 可以撰寫出 我們要的VBA程式 那我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後面要講的 總共後面呢 會需要寫三個按鈕出來 OK 所以待會喔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一二三嘛 然後呢 所以會需要寫三個SUB 反正呢 一個按鈕對應到就是一個SUB 應該有印象嗎 上個禮拜講到 SUB喔 那我大概先演示一下 這個做出來的結果到底是怎麼樣 第一個喔 我現在按下這個 門號底線公式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他這邊會把結果顯示出來 各位講喔 這不是自己用錄製的喔 這是自己寫的喔 那最大的差別喔 就是他 我們會把之前的公式怎麼樣 丟到這個格子裡面 然後呢 他會幫我把結果給秀出來 OK 也就是結合什麼 結合上個禮拜那個公式 把那個公式丟到儲存格裡面而已 那因為呢 他有很多個儲存格 有沒有 所以呢 我們會需要學會很重要 程式裡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重複做的那個部分 回圈 有沒有 那如果我說呢 我想要撰寫一個回圈 然後呢 他的功能很簡單 就是把我們之前的公式丟到儲存格裡面 讓他被執行 該怎麼寫 第一個喔 OK 這個是第一個按鈕 所以待會要寫的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 就清除 清除其實蠻簡單的 清除就把它清空啦 不過也是程式寫的 那你會發現這個跟這個 其實功能還蠻像的 差別喔 一個是什麼 這個是把公式丟進去 那這個的話呢 是裡面丟什麼 丟這個東西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 空字串 其實就清除 就是丟一個沒有東西 那沒有東西的話 意思就清除的意思 OK 然後呢 再來最後就是一個門 那跟上面的這個公式 又怎麼不一樣喔 請注意看喔 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 這個呢 跟這個 其實在這邊看起來 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呢 剛剛在上面看有沒有不一樣 剛剛這個地方是丟一個公式 執行出來的結果 那這個的話呢 是丟一個什麼 丟一個就是結果了 意思說啦 也就是說 這個是直接把我們要的電話號碼先串接好 然後再把它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去的動作喔 看得出來嗎 有沒有 這個是 一個公式嗎 這個是 一串 就電話號碼 有沒有 OK 那至於呢 這個要怎麼寫 這個現在最基本的 所以呢 我們今天的話呢 首先就是要來看一下 這三個按鈕如何做出來 OK 然後呢 這個可能要就自己寫喔 這個要心理準備喔 這個通通 再向上一層樓了 那反正我們先 從最基本的開始 那以後如果你要寫複雜的 都是從這邊衍生出去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第一個 單元的第一個範例 先打開 然後稍微看一下 這個 剛剛講的部分 另外的話呢 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 你們也可以確定一下說 你們有沒有被加到那個論壇裡面 如果有的話 那我每次上課的影片 就會自動轉信到你的信箱裡面去 不過可能 如果你留的是Google的那個 Email的話 應該就會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留的不是Google的Email 可能會有問題 那邊你可能要重加一下 那如果你要重新加到那個論壇的話 記得留一下你的名字 然後我會再直接幫你加到那個論壇裡面 如果你們回去要再複習上課的內容的話 那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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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